大家好,我是内蒙姐姐 今天是我们内蒙姐姐在丹麦微视频制作小组第一期的制作 啊,我好紧张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紧张 我有很多的答案 比如,嗯,我不够漂亮 偏偏强迫自己上镜 再比如,我明明不是傻白甜 偏偏站在这里显眼 再比如,我没有渊博的学识等等等等 但是,紧张归紧张 我想说,我能够站在这里 是因为我真的很幸运 遇到了对我很重要很重要的另一半 她是一个丹麦小伙子 再后来,遇到了我们巴勒罗马的丹麦好团队 所以,我想用这份幸运来做点什么 于是就有了内蒙姐姐在丹麦 这个视频制作小项目 每当我走在丹麦古朴迷人的大街小巷 充满好奇地发现各种各样的 好吃的,好玩的东东的时候 我心中总是怦然一动 我想,把这些好玩的,好吃的 和在国内的家人朋友们来一起分享 所以,今天呢,我们小组 就带给大家一次体验 带给大家一次小小的吃货之旅 它是什么呢?请跟我来 哦对了,别忘了 我们的口号是看节目 别看脸 您可以说按摩 不断这些 但跟踢�车的 肖轻的 对 是的 我没合红的 是的,你想到 那些铐口 炸姆 柿 中才对 一些食物的口感 中油 中气之上 或者一些食物的口感 你红的? 我猜的 我猜的 有アー 这些是也从中国 是很濃烈的 我都没有吃到 是的,你也想到 是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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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奶油 那是也从中国 更多的热烈 哇 这就是我们一个奇妙美好的美食之旅 也是我想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份小小的吃货之旅 怎么样 你们觉得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新奇 看到我们的朋友我们丹麦大帅哥Dennis精心制作的pancake 精心制作的美国煎饼 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想哇我也想吃一口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是的 其实Dennis是我们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他在一家生物制药工厂工作 但是业余的时间呢他特别擅长 而且并且喜欢做美食 这也是我们今天想我们制作节目制作主第一次做节目 我们希望Dennis能够来作为我们的首席打厨 所以呢今天希望我们首次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到开心 能够认识我们丹麦的帅哥还有他的女朋友玛琳呢 接下来以后可能我们还会有很多期节目 希望能够让Dennis为我们介绍丹麦的美食 好了今天的愉快之旅就到此结束 希望我们大家下次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